下面就讲这个 刚刚冯言是伤心不已的宗主 你说辅佐这样一个老板 不容易 但是宗主这个人呢 他也不坏 他不坏 他不是通常大家想象的那种 你能不堪的人 首先这个人呢 这个少年得志 是吧 你看 十五岁的时候就做参治政事 就是副宰相 十六岁的时候 就是同平昌寺就是宰相了 二十岁做太尉副元帅 二十一岁封吴王 二十七岁持皇帝位 大家看看朝鲜的金正恩 有多大 朝鲜的金正恩 现在做朝鲜的一把手 有多大 所以像他们这种人呢 他在政治上还是一帆风顺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是吧 就在于他做皇帝位的时候啊 这是这个后洲啊 很强大的时候 你看四十二岁的那年 兵败于后洲 兵败于后洲之后 然后就去皇帝后了 为什么大家都称南唐宗主 南唐后主 而不称南唐皇帝呢 因为只有一个皇帝 皇帝是后洲的皇帝 你不能称皇帝 只能称国主 所以这就是屈辱啊 是吧 你明明南唐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比你后洲强到哪里去了 但是又是因为 军事上没有人家强大 所以他们还可以称皇帝 自己不能称皇帝 所以有时候皇帝做的 也是很别扭的 是吧 但是他也不能不做啊 他不能说 我这皇帝做得很憋屈 那我不做了 不做不行 你必须做 是吧 那46岁的时候 就是北宋建立的第二年 北宋是960年建立的 北宋建立的第二年 他死在南都 就是南昌 为什么会死在南昌呢 因为他曾经想把国都 迁到南昌去 他觉得长江中游的南昌啊 恐怕更有利于皇帝 但是他要迁都的时候 谁知道那些在南京住久的 这些人呢 都不愿意 说到南昌 根本就不习惯 他不愿意吃苦 到了南京那种锦绣之乡啊 他生活得很富裕 你要到南昌了 不愿意 所以最后你看 他死在南昌 他死在南昌 他的儿子在哪里继位了 就李后主在哪里继位了 就在南京继位 最后迁都还是没迁成 这个人呢 那是一个有残学的美男子 你看江南野史 就龙滚的江南野史在呀 他说李景呢 荫荣咸牙 眉目若画 什么叫眉目若画 这是画中人嘛 像画上的美男子那样子 而且尚清洁 好学而能诗 但是天性如诺 就是不狠 不强悍 数位为武 这是个文人 在做皇帝 有点野蛮的 文文尔雅 做个什么皇帝啊 所以他的命运就是这样 是吧 真正就是应该像赵匡英那样的 甚至比赵匡英还要野蛮的那些人 来做皇帝 所以这是 他是一个秀才嘛 一个文人嘛 问题在这 他的词也是写得很好 他词也是写得很好 你看这里面选两首词 我们讲一首 就是这个幻西沙 大家读一遍好不好 幻西沙 开始 应该怎么办 不是 大家注意了 这个看着要读看 不看看 你看跟下面的 以南干 它凭着是一样的吗 这平平嘛 你看以南干 不看看 它压的是平生育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寒淡就是荷花 说具体的一点 是荷花当中的一种 在秋天里面 它就要凋谢 所以寒淡香肖 翠叶残 到了秋天 再也没有荷花的香味了 荷花的叶子也凋残了 什么原因呢 西风愁起 碧波间 碧波间刮起了西风 使得寒淡香肖 使得碎叶残 同时也使得人的愁绪顿起 为什么呢 还与扫光共憔悴 扫光就是美好的时光 所以荷花貂蝉 貂蝉的不仅仅是荷花 还有美丽的时光 所以 欢迎扫光共憔悴 不堪堪 一看成就会想到 凋谢的生命 所以这几句写的是什么呢 人的生命意识 看人花凋谢的时候 能够想到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人都是自我意识 比较强烈的人 不像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人哪有这种敏感呢 现在人也没有这个时间敏感 所以现在人都麻痹了 你别说是树叶子掉下来 石头掉下来 他都没感觉 除非是不砸在他的头上 除非是砸在他的头上 他疼 就有感觉 砸在别人身上 他都没感觉 现在人的感觉已经迟针到这一步 所以现在的那些艺术 就追求强刺激 强刺激 看能不能唤醒你的 那种审美的感觉 还是不行 绷极啊 喷盐啊 这东西 他还能唤醒 这完全叫麻木嘛 现在的文学艺术 哪叫艺术啊 我们说文学艺术最大的功能 不是教育人民 是什么呢 是培养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 所以我说你们不要把文学艺术的作用 说得那么伟大 什么教育人们啊 鼓动人民啊 建设什么样什么样的社会啊 那些大话空话都不要说 一个人能够保留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文学就是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 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文学能够起到这种 现在的文学充满的是 身色权嘛 现实的享乐 权力的追逐 金钱的追逐 很肤强 所以像这样的作品 它就能够唤起人的生命意识 下面你看啊 因为唤起生命意识 所以下面就写到个体的生命意识 细语梦回忆 积赛远 积赛啊就是积禄赛 我这有个解释啊 积禄赛 它是在北方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 航景后期的西北部 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编赛 也就是作品当中的女主人公的丈夫 从军的地方 细语梦回 积赛远 小楼吹彻 欲生寒 这什么意思呢 梦回就是梦醒 梦醒 她的梦到了哪里呢 到了积赛 到了她的丈夫从军的地方 但是后来梦醒了 梦醒了之后发现呢 天上在下着小雨 感觉到在下着小雨 她是怎么梦醒的呢 可能就是小楼上的浴身 就说明那天晚上啊 不眠之人除了她以外 可能还有 另外还有人呢 所以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了呢 再就听到小楼吹彻欲生寒 什么叫吹彻啊 就是把一支曲子都吹完了 吹变了 吹到最后一曲了 吹了好久 因为这个彻啊 它是大曲当中的最后一遍 这个大曲的篇幅是很长的 我们现在讲的颂词啊 它都是大曲里面的一部分 你比方说像水吊鸽头 水吊鸽头为什么叫水吊鸽头 它就是大曲水吊里面的 截曲的一个鸽头 所以叫水吊鸽头 你真正要把水吊要演作完了 那时间很长的 现在呢你看 它在小楼吹彻欲生寒冷 它吹到了大曲的最后一遍 说明还吹了很久 有人听觉得感觉到寒冷 所以这里面究竟是 欲生把这个女性吵醒了 使得她呢 从遥远的基督赛的梦境里面回来了 还是她醒了之后 感觉到在下小雨 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 一直听到人家把那种 大曲吹完了 谁是阴谁是果呢 都可以想象的 总而言之很伤心 你看多少泪珠和线分 一朗杆 还有多少泪珠 还有多少遗憾 不说了 要是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啊 它就要说 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代表我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蜥蜴 搞这个东西 你看多少泪珠和线分 不说了 它这里面应该是打个问号 有多少泪珠 有多少恨 一朗杆 不说了 你看看那个一朗杆的形象 你就知道还有多少泪珠和多少恨 所以宗主的词是写得很好的 尤其是细雨梦回 姬赛远 小楼吹彻欲生寒 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但是王国为 另有心说 王国为他说 细雨梦回 姬赛远 小楼吹彻欲生寒 这两句 不如寒淡 香消彻夜惨 西风丑起 绿波江好 因为王安石 曾经很欣赏 细雨梦回 姬赛远 这两句 王国为认为 皮像也 他认为寒淡香消彻夜惨更好 我个人认为王国为 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 因为细雨梦回 姬赛远 他只是写夫妇之间的离别 和寒淡香消脆夜惨 西风丑起 绿波江 写出了生命的凋谢 更具有普遍性 写到了生命意识 所以你别看王国为这个人了 这个人很独特的 思想非常深刻 所以要是把王国为的 人间词华都懂了 所以就都懂了词 但是为了都懂 王国为的人间词华 必须先 把这个唐宋词的一些 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 先要都懂 就是说这一堂 大家跟着我一 把这一堂课学完 把这一堂课 我们唐宋词十八章学完 学完了之后 你再去看王国为的人间词华 那就没问题了 你如果 你如果在没有 把我这个课听完之前 你去看他 因为他举了很多例子 你肯定就不熟悉 不要着急 我知道很多人都要 再怎么不读书的人 都要读一读王国为的人间词华 但是稍微缓一缓再读 下面讲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人 你后主 你后主这个人是大家最关心的人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 所以我们择起要点来讲 你后主这个人 也是命运的捉弄 命运的捉弄 你后主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做皇帝 因为他是李锦的第六个儿子 你按照这个封建继承法 你怎么也能不到他做皇帝呢 但是这个人又长得像个皇帝 长得太像皇帝了 所以就受到他的 受到他的哥哥太子的猜忌 你比方说李后主 他怎么长得像皇帝 龙准 有点像这个牛邦啊 龙准就是这个鼻梁很高啊 另外虫童 你眼睛里面有两个童人 像项羽吧 另外还有便衙 是吧 这都是皇帝像 这都是皇帝像啊 所以呢 这个 他的哥哥就采集他 他为了 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他就干脆不问政治 一心一意地读书 所以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 文化艺术方面的造诣啊 对于他在宫廷里面的促进有关系的 李后主这个人呢 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他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 具有真性情 正是这种真性情 最终要了他的命 你看我们讲一件事啊 就宋代有一个人叫王志 他写的本书叫墨记 这个墨记就记载了李后主的故事 我们刚才不是讲的南唐的一个大臣叫徐贤吗 徐贤这个人很长寿啊 他本来是南唐的大臣 后来跟着李后主投降了宋朝之后啊 他就做了宋朝的官 下面就记载他 说徐贤归朝 为左散祭赏子 左归朝就是归宋汉这个宋朝嘛 就做了官嘛 迁吉士忠 太宗一日问 曾见李玉府 就是宋太宗问他 说你见到李玉没有啊 玄队以陈安敢施见 这就是我哪里敢施见他呢 因为他现在是囚犯 我过去是他的臣下 我怎么敢施下见他呢 上约 亲帝王 但言正令亲王相见 可以 就是你只管去 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就可以了 于是徐贤就到了 李后主在开封的住所 望门下马 但一老祖鼠门 李后主的住宅啊 门口有一个老兵守门 徐言 愿见太尉 我想见见太尉 什么叫他 就是封他为太尉嘛 封这个李后主为太尉 主言 有子不得与人间 岂可见也 皇帝有子 李后主不得与人见面 你怎么能见他 全约 我来奉圣子来言 我就是奉圣子来的 于是老祖网报 进去 报个 李后主 徐如 立庭下酒制 进到他的院子里面 在庭下 站了好久 后来老祖就取了两把旧椅子 两把旧椅子相对 是吧 就是说两把椅子 现在大家都都是宋朝的臣子了 不再是过去的君臣了 所以两把旧椅子相对 徐遥望见 为族月 但镇压 以族宇 就是说不要为我摆放你 正门放着一把椅子就够了 就是给你后主做吧 他还是知道 习内的君臣之旅 过一回 李主沙帽道夫而出 他再也不能戴皇帝的帽子了 所以叫沙帽 就普通生活当中 是戴的那种变帽 什么叫道夫啊 道夫就是普通的服装 再也不是皇帝的棍面 李主沙帽道夫而出 玄方拜 他正要拜他的时候 李主聚下街引其手一上 马上走下台阶 牵着他的手 把他带上去 宣告辞兵主之礼 宣说 好 等一下 那徐玄就是说 要行兵主之礼 李后主说 今日岂有此礼 现在这个时候 还行什么君臣之礼啊 徐隐以扫偏来敢坐 还是不敢跟你后主对面坐 把椅子扫偏 稍微偏向一点 再坐 后主相持大哭 握住他的手大哭 乃坐 最后坐下来莫不言 忽 藏于探约 毁当时杀了潘幼李 说我很后悔 我不应该杀这两个宗旨 宣既去乃有子在队 徐玄离开了之后 皇帝就问他 说李后主讲那些什么话 宣不敢隐 最后你看就落得 有秦王赐 千祭药之死 宋太宗用千祭药 毒死了李后主 这个千祭药是一种什么药呢 它是一种剧毒药 他服了这种药之后 非常痛苦 死相很难看 这个头啊 手啊都纠结在一起 就像那个千祭一样的 就死得很痛苦 死得没有尊严 这宋太宗这个人呢 是个内心里 很刻毒的 很英致的那种人 当时有几个祥王 除了他以外 除了李后主以外 还有那个吴越王 也都是他们的 而且这个人 他专门选择什么日子呢 选择这些祥王的 生日那天晚上 把他们毒死 照说他都已经投降了 他成为阶下囚了 他对你还会有什么危险吗 不 因为这些人内心里虚弱 我们要知道 宋朝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 不就是搞阴谋诡计吗 忽悠人家孤儿寡猛得来的天下 他不是靠那种金歌天马 在马上夺取的天下 他的江山来的不地道 所以他内心里就虚弱啊 他就怕别人也开始 也开始这个 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身 也来一个 城桥兵变 所以他就对这些人 包括对他的臣下 包括对这些祥王子 猜戒 猜戒啊 你看这里面介绍 千计要者 扶之前却数十回 头轴相救如千计状也 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他说了 悔不甘 啥了攀佑礼品 后悔 你后悔就说明你 亡我之心不死嘛 还有 又后主再次地 因其性命顾忌作愿 声闻于外 太宗文之大楼 是吧 他在齐夕的晚上啊 因为李后主 齐夕的那一天 是他的生日 就是七月七日 流浪之旅 见面的那天晚上 是他的生日 他在那天命顾忌作愿 什么呢 就是南唐的那些歌忌 那天晚上 要给他去开一个生日party 要给他做一做兽 演奏一下音乐 那李后主这个人 是个性情中人 可能声音就搞得很大 声音传到外面去了 他要当宋太宗 听着就不高兴嘛 现在李一个祥王 你还过生日 还过得那么隆重 这是第二个原因吧 第三个原因 又传 小楼昨夜又东风 即宜江春水 向东流之去 这两句就是 他就代表着 于美林的句子嘛 所以并作之 三罪并罚 最后杀了他 所以说 有人说 李后主这人呢 还不如一个 这个属后主流禅 这人呢 感谢观看